大家好 股市很快會步入12月份的中巡 其實在月初我已經說了很多次 就是12月份如果先低後高形態一路可以維持的話 以2號出現的低位來說 今個月的高位很大機會是月中或者之後才出來的 我們不妨看看指數吧 12月份暫時來說是一個先低後高 低位是2號的18530點 高位暫時來說是9號的19926 即是說今個月的高低位是同時出現在6個加月天之內 說真的一個月的高低位同時出現在6個加月天之內的機會 不敢說完全沒有是少真的少 假設2號出現低位的話 只要先低後高形態不變 高位應該是月中或者打後市出來的 按照現在這個情況來說 很大機會在下個星期才會見到今個月的高位 至於有沒有更高的指數 在跟隨後面來就要看成交金額而定了 因為近期的成交金額明顯是改善了 例如有1500、1600甚至2000億 總之你維持在1500、1600或者1700、1800 已經有足夠的動力 維持市在緩步或者整顧當中 是不斷向上穩 今個月或者整個反彈市的高位 但我也想說一說 說真的由10月31日的低位 14597點開始的反彈 到12月9日的高位 19926點 其實五個星期之內 恒指已經累積的升幅 有差不多5329點 絕對絕對不少 如果你說相對上一個中期跌浪 是跌了7,852點 市市已經反彈了 跌浪的大概67.7% 單單以一個反彈市來看 其實幅度絕對絕對不小 我記得在低位一直反彈的時間 但當指數突破10天和20天線 已經帶出了一個看法 就是說 股市由6月28日的高位 22,449點 跌到10月31日的低位 14597點 跌了16個星期 如果一旦回到20天線 即是進入了一個正常的反彈 一般來說 起碼都是3至4個星期 到最後怎樣 就是11月的時期 是由11月初 所以升到11月31日 幼頭升到尾 好了 去到後期 大市如果成交金額配合 這個反彈可能會 伸延到4至6個星期 甚至乎6至8個星期 到現在已經5個星期 即是很大機會 6個星期 雖不中逆不語 但問題就是 12月份是有一個聖誕節的 一般來說 到12月20日之後 市已經沒有起分 大家都聖誕節 所以很大機會 在12月20日之前 先找高位 一直整固 升低低低低 總之一直咬著高台 直至到12月底 有些mark to market的結算 部署出來了 總之就維持著一個整固高台的格局 換句話來說 4至6個星期的機會很高 至於是否有機會 去到6至8個星期的持續性的反彈 就要看看資金在入市的態度各方面是怎樣 股份那方面仍然都是以主要行指成分股做一個主導 例如我講過很多次 騰訊、美團、巴巴、京東 佔了行指成分25.55% 這幾隻主要行指成分股不升的話 指數是不能升的 但近期我們看到騰訊、美團、巴巴、京東 表現都是不差的 雖然騰訊大其中的大股東 南非的股東仍然是每天3至5%在沽 巴巴的大股東遠銀 亦都可能會進一步減持巴巴 美團更加不用說 騰訊已經以實物派送的方法 10送1送給騰訊的股東 而南非那邊的股東亦都表示了 將來收到貨一定會沽著美團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很多部署在早前做過淡創 叫我股市走上來 你怎樣等到1月、2月、3月 現在先輸給它 即是先蓋了倉 所以股市有時候就很無奈 基本因素其實是一般 而且有一點點是不明的 落學股價不是導表不會升的 背後有很多原因 其中一個就是12月份是年跌的月份 今年的股市由25,050 跌到14,597 跌足10,453點 如果基金是在早前高些水平來持貨的話 去到年底 如果市是低迷的 便可以進行去 明年才算 但當個市走上去 10,20,50,100天線 而且迫回到2萬點 情況就完全不同了 基金經理不可能有得指數向上攀升 而自己的組合就一直低迷 當然要做些粉飾儲倡的效應 所以近期見到 有不少不是主流性的股份 是大幅度上升的 例如好像內地 開始慢慢慢慢逐步放行 一些網上醫療相關股份 好像平安好醫生 好像阿里健康 京東健康這些 全部升到是很厲害很厲害 即是說其實資金一直暴躁在 找位來入市 但一直都是苦無借口 到一個借口一出來的時間 資金就大規模大舉地流入去 後期來說是充滿投機的 這個先說清楚 換句話來說 你在現在這一分鐘 經過了兩倍甚至三倍的上升 你才買下去的話 問問自己 你要承擔多少風險 如果你說現在這一分鐘 百到十倍的風險 你不願意承擔的 官網就算數了 因為市場 好像例如 你健康二四一這樣 升了三倍多 你不可能九、十元摸下去的話 我來榨的 榨都不是現在榨 一口不對擺 一元幾毫 你是沽給它 君子又不能為常之下 你能夠升得六、七元的股票 跌回一、兩元 有甚麼這麼出奇 千萬不要想著升了之後 市場就不會再反覆 況且這一陣 直到這一分鐘 我都是覺得 只是一個 中期跌後一個反彈 你可以說 紅三一個比較明顯的反彈市 但如果你說 這個是一個牛市一期的開始 我總是覺得 基本面那方面 都是欠缺少少說服力 尤其是美股明年 不要說衰退 輕輕放緩的話 對環球經濟或者股市 不可能造成影響 不過無論怎樣也好 這一陣既然是逐步反彈 向上找高位的 要坐順風車的 就早點上 千萬不要去到高位了 真的行 先摸下去 一摸下去就撞板了 市場上升了 五千三百二十九點 可能還會再升也不頂 但後面那一段有多少 你和我也不知道 但有一樣事情一定知道的 就是經過五千三百二十九點上升 一旦有少少高台的反覆 絕對不會一二八點那麼少 好像這個星期三 即是上個星期三 就見過了 去到一萬九千三百 一萬九千七百三十七點 一回就連一萬八千八都見到 其實會起上也挺速的 所以有部局部署安全帶 一定要求謹記 大家記得按讚 留言 訂閱 按鈴鐺 還有分享給朋友 多謝 半三遠 店 請喝 收到 幾次 三 群